昨天我們講到 張小帆聽到一陣聲響 馬上轉頭看看何大志 就是這樣 一分神 就被前頭的野狗道人和劉古同時找到機會 兩件法寶一起打過來 張小帆來不及反應 勉強只能將燒火棍向前一擋 砰的聲響 野狗道人和劉古同時身形大真 但是張小帆被兩股力道加起來 打得整個人飛了出去 重重地踏在地上 野狗道人馬上狗吠一聲 其實這一陣子 野狗道人想大聲笑起來 只不過他一笑 就十足十九吠一樣 所以就變了狗吠一聲 但是他吠過之後 就已經馬上舉起那個獠牙法寶 和劉古那件法寶 就在半空中向著張小帆直打下去 張小帆這個時候被他震得周身酸馬 連舉一條燒火棍都舉不起 哎呀 那又如何抵蕩呢 眼看著他們就要拿張小帆的命了 在遠處的田凌兒和宋大人他們 都一起失聲驚叫 但是大家都被對手賤得緊緊緊 根本走不開心 怎麼救他呢 眼看著 張小帆又硬白白地被人打死的了 何大致見到這樣的情形 都要轉頭不敢再看了 幸好 就在這陣子 森林之中一道藍光閃過 好像波浪一樣 森藍色的光圈蕩蕩開來 轉眼至近已經照光了整個地方 何大致一見到藍光 馬上失聲大叫 哎呀 是陸師 師者的這字都未講完 只見那道人影的破空而至 好像一道離圓之戰一樣 綠雪旗欲見而來 他雙眼釘實野狗道人和劉古 面冷如霜 日雙眼眸之中 倒影著天爺神劍的藍光 好像全身都散發著藍色的似熱光焰 在燃燒一樣 野狗和劉古大起了驚啊 剛才看到那道藍光還好像很遠 但是轉瞬之間已經衝來眼前 而且這道藍光 竟然好像有開山破石 不死不回的氣勢 在他心裡一讀 如果兩劍法寶繼續打下去 肯定可以把這個張小凡打成欲將 但是這道這麼厲害的藍光打得來 被他訴訟 那自己也是非死即傷的 噓呀 野狗大爺和劉古老爺兩條命這麼寶貴 又怎能跟這個青雲小子同歸於盡啊 別搞 於是 想想到自己性命要緊 幾乎不約而同 兩人都收回法寶 一起將天爺神劍擋去 砰一下 天爺的藍光撞著那兩件法寶 灑時間飛沙走石 森林附近的樹木都劇烈搖擺 那些樹葉啪啪聲地在樹木上落下來 夜狗大爺和劉古 被到藍光一震 打到一斜向後飛出去 一直落在連路帶的身後 在漫天落葉之中 綠雪旗的身形漸漸顯現 他站在張小帆身邊 臉色可能受到剛才的劇烈反震 顯得特別蒼白 張小帆看著他 在這個夜色之中 他的容貌依然是這麼驚艷美麗 好像黑暗深處驕傲獨放的百合花一樣 而在那邊清冷之中 卻又有一絲的溫柔 張小帆爬起來 他強欣著自己 看見綠雪旗的時候 心裡忽然劇跳了幾下的感覺 石石星說 多謝你了 綠雪旗搖搖頭 當時 我在死靈淵之下遇險 你不是 亦都這樣來救我的嗎 何必還要跟我說這些說話 張小帆聽得一聲一聲 一時間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剛剛才點一點頭 綠雪旗看著他 忽然間你輕輕一笑 哎呀 你一笑 真好像落葉繽紛中一個笑容 張小帆看在眼裡 好像在夜色之中 忽然間 綠雪旗站在面上的寒霜 就在自己面前融化 他搖一搖頭 不敢再看綠雪旗一眼 握起燒火棍 向著連老帶那邊的直飆過去 綠雪旗站在他身後 看著他看完自己一眼之後 不敢再看過來的身影 沉默的陣 終於也跟著他 將野狗道仁和劉稿折住 綠雪旗一加入 撒時間 場面就馬上改觀 他的道行本來就很高 在死靈淵脫險之後 又更加精進了一層 再加上他那把上古神兵天野神劍 雖然是以一敵二 但是依然是將野狗和劉稿打到落起下風 而在連老帶那樹 他一見到張小帆加入戰圈 心就當同劇跳一跳 本來呢 這個小子的道行 他也不是那麼害怕 但是他是非常顧忌他手裡的那條乖棒 果然張小帆一來就架著燒火棍 擋了幾道紅光 連面色都不變一變 宋大人他們非常顧忌的赤魔眼的邪殺之力 居然對他根本不起作用 這樣一來 宋大人和杜比書即時輕鬆了很多 仙劍和色仔 立刻就向連老帶身上直攻過去 連老帶一路怒叫咆哮 但是無論他怎樣吹動赤魔眼發出紅光 張小帆呢 都只不過講紅光的時候有點吃力 但是那些邪殺之氣 對他根本都不會有影響 過了陣 連老帶又越打越頂不順 白王之中向旁邊一看 見到流稿野狗 包括那個美貌婦人 似乎都是越打越狼狽 哎呀那怎麼辦呢 看這樣的形勢 再打下去不要說捉人家 恐怕自己幾個人都會被幾個青雲小輩捉住 他即時大叫聲說 走啦 在他大叫聲中的時候 赤魔眼就突然好像爆發一樣 連射出七八度的紅光 張小帆勉強擋了五度 其他的幾度紅光 總算是把宋大人和杜比書擋了一擋 趁著這個空癖 連老帶馬上跳出了圈外 然後遠處練血堂中忍 亦都跟著他 紛紛向後退去 魔教妖人 看你走得去哪兒 陸雪奇哼了聲 天爺神劍 在半孔中直劃而過 向前直追過去 宋大人在外面大聲叫 喂!陸師妹 窮扣莫追 窮扣莫追啊 但是陸雪奇根本沒有理到 張小帆見到陸雪奇向前追過去 卻就怕 亦都連亡跟上去 只見天爺神劍南光而電 轉眼之間 就追上了前面那幾個人 就為最後的野狗道人 只覺得後面冷風沾沾 哇!連自己汗毛都竖起勢 不如都怪他 救命啊!救命啊! 連老帶他們大驚失色 剛剛逃回頭 就在這陣子 在煉血堂眾人身後 在那個黑暗的森林之中 突然一道白光閃出 飄出一朵白花 張小帆站在後面 一見到這朵白花 他當場覺得打了個凸 立刻停住了腳步 六雪奇見到這朵白花 忽然間半路鐘頭打了出來 他一點都不怕 只是雙手捏定發決 連唸了幾道咒語 藍色的光劍馬上在半空中轉了個環 然後向著那朵白花直打過去 砰一下 兩劍發寶一捧 忽然間爆出重重氣浪 白花和天爺神劍 在這陣子劇烈的碰撞之後 都分別飛回主人的手上 張小帆見到這樣的情景 不知為何 他亦停住腳步 臉馬上就火辣辣地紅 他望向對面 拿著白色小花的碧瑤 又望向這邊 拿著天爺神劍的六雪奇 忽然間 覺得自己非常尷尬 只見六雪奇雙手握劍 雙眼定一定看著碧瑤 而對面 碧瑤雙眼 亦都非常平靜地看著六雪奇 兩個人你眼看我眼 都是對對方上上下地打量 立聲不出 這樣的情景 張小帆不知為何 他總是覺得非常尷尬 這時田靈儀也追上來了 他看見這麼怪的情景 忍著走到張小帆身邊說 小帆 他們做什麼 張小帆嚇了一跳 他自己其實都不是這麼明白 這兩個女孩 為何忽然間向對方注視起來 上來 但是下意識之中 他總是覺得有點尷尬 甚至好像隱隱若若都覺得 他們兩個現在這樣的情形 恐怕跟自己有關 不過 田靈儀突然間在身邊這樣一問 一時間 自己都不知道真是怎麼回答 但是 田靈儀一問出來 碧瑤和陸雪奇同時向他看過來 兩雙沉靜的眼光 一齊就釘緊田靈儀的臉龐 田靈儀都向堂整個嚇一跳 下意識地退後了一步 不過怎麼都好 陸雪奇畢竟是自己的同門師姐 於是 張陸雪奇說 陸師姐 做什麼 陸雪奇看著他 沉默的陣 終於轉回頭 哦 沒什麼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 碧瑤也移開了自己的眼光 張小凡窄地看著他們 忽然間驚醒 哎呀 自己真的莫名其妙了 現在這處危機四伏 你自己還整個人在發呆 有機會趁快點和大家一起離開這裏才是 於是他就馬上誓一誓 我們不如快點走 這個島上魔教的人實在太多了 哼 忽然間 前頭的碧瑤哼了聲 張小凡不敢看他 另轉身就退了回去 陸雪奇又望了碧瑤兩眼 不過 跟著也和田令兒一起向後退 宋大人他們正在等著他們回來 馬上就扶起受傷的何大志說 我們快點走 另轉身 將他向海邊的直飛而去 在他們身後 野狗到人來躍躍欲屍 想著現在來了鬼王中的幫手 還快點將他們折下來 報回自己一箭之仇也好 但是連老大一手納著他說 碧瑤小姐在這裡 你千萬不要亂來 一切聽小姐吩咐 但是碧瑤呢 他只是盯盯眼地看著前邊 似乎一點都無動於衝 一路看著張小帆他們 眼看著向海邊一路退去 身形越來越小 但是他始終是走都不動 就在張小帆他們 終於飛到海邊的時候 突然間 噩 海面上傳來一聲長笑 你一聲長笑 對張小帆他們來說 已經不是那麼陌生 因為在這幾晚 他們就算在休息的山洞之中 不時都會聽到海裡 忽然間傳來一聲 這麼厲害的長笑聲 就像龍淫一樣 直上九天 聲動四野 不過 這麼慢的聲 他們聽得特別近 而且 也特別清楚 伴隨著這一聲的長笑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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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若若若 是天際之間傳來陣陣的雷響 碧瑤忽然間 站在原地那裡擔高頭 一滴一滴的雨點 就這樣打在他面上 起風 而且還下雨 就像突如其來一樣 黑沉沉的夜空 飄下了漫天的雨絲 而在遠方大海的深處 一陣陣猛烈的大風 也都像衝破牢籠的野獸 刨敲著 吹向這個無邊海洋章的孤島 風助雨勢 鋪天蓋地地湧過來 轉眼之間 大家都落在風雨之中 青雲門眾人一齊停下了腳步 大家抬起手 勉強遮擋著那些得如其來的風雨 那一點點好像黃豆那麽大的雨點 打在大家的面上 打到你有點痛了 在前面 風雨之中 已經在波濤翻滾的海面上面 居然 也都像在沉睡中醒來的巨型野獸一樣 開始不斷咆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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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浪 拍在沙灘上面 越來越大 但是 在張小凡他們的面前 是一個長長的海灘 而在海灘的盡頭 就是真靈的大海 在無邊的黑暗之中 那些波浪 嘩 嘩 一個高個一個地拍在海灘上面 每拍一下 就好像地面也震動一下 似乎 好像有什麼凶惡的巨獸 踩著洶湧的波濤 正向岸邊慢慢地走過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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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一下一下地震動 而且震動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而那些海浪 向岸邊拍打 也都好像越來越高一樣 嘩 難道 真是有什麼很巨型的野獸 正是踩著海浪 向這邊波濾 田明兒很吃驚地看著宋大人說 大師兄 怎麼辦 你猜 你猜 你猜現在什麼來的呢 宋大人的心都很吃驚 以前從來都沒見過這樣的景象 而且 按天時來說 你這時候應該是潮水退去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忽然間還有這麼大的浪 爬過來呢 每一下一下之間 似乎都是有點規律的 真是好像 有隻什麼大野獸 正在海浪裡面 噴噴噴噴地一路賣著腳步 向這邊走過來 所以才逼起這麼大的風浪 怎麼算好 怎麼算好呢 在這麼多人之中 反而張小凡和陸雪奇 雖然也有點吃驚 不過 因為當初曾經在死靈淵下的無情海邊 見過了那隻上古的妖獸 黑水懸蛇出世時候的情景 反而更鎮定一些 不過想起當日 黑水懸蛇的威力 也不是人力所能的抵擋 想到這裡 張小凡的心有點寒 她的心一動 下意識地望向旁邊的陸雪奇 她見到 這個美麗的女子 正是默默地站在自己身邊 就算被風雨打濕了她的衣服頭髮 但是她眼裡都只望著前面 那邊黑沉沉的深海 正在出神 咦 站在前面的道別書 忽然叫一聲 手指著前方說 你們看前面 好像有什麼人在那樣 眾人聽到慳了驚 放眼一夢 果然 就在前面幾十丈的遠處 在海灘上面 突然間 在黑暗裡面 霧出了幾十個人影 都是穿著一身的黑衣 在夜色之中 這陣子風大雨大 四周圍 又被黑雲遮得一團七黑 如果你不是仔細看 真是根本看不清那些人在你做什麼 只是隱隱若若望見 他們散開了 正在海灘那裡各自忙碌著 田靈兒走走眉頭說 喂 你們有沒有看清楚 這些人是什麼人 宋大人和道別書的同時搖搖頭 不過背後的六鼠旗忽然說 他們都是魔教的人 田靈兒疼疼疼疼疼 不過 他仔細看那些人的服飾 也都回憶了 但是這樣就奇怪了 現在劉波山上 正派中人正在和魔教交戰 那幾十個人不過去幫忙 反而在這裏做什麼呢 一想到這裏 田靈兒就更加擔心 再望下 剛才在這裏還和自己交戰那幫魔教中人 這個時候已經走不知去哪裏了 不過 就沒有一個人去追出來森林這邊 怎算好呢 大師兄 眾人一起望實宋大人 宋大人猶如了一陣 終於都決定暫且避開 他就說 我們形勢不利 還要快點離開這裏再講 那些魔教小人都不知道搞什麼這麼神秘 到時候 慢慢偵查就是了 講完之後招呼眾人 就向旁邊兜過去 遠遠地避過這片海灘 怎知眾人剛剛走幾步 突然間 又聽到前面 嘩 嘩 一聲嘲笑 似乎是在海中心那裏傳過來的 過了陣 天地瘡窮之中 風聲 雨聲 雷聲 飛行緊 混在一起 淩淩 沙沙沙 響起上來 然後 天空間閃了一道 撕裂長空的閃電 然後 咚 一聲雷響 在大海之中 有一个勇气 好像一个山仔那么高的巨型海浪 忽然向两边夹眼撕裂分开 无数浪花追逐之近 急风狂雨之下 在黑暗深处 好像踩着惊雷的声音 有一个非常巨型的身影 在大海深处一跳出来 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之后 然后 重重地踩了下来 随着他一踩踩到地上 整座流波山都好像一齐震动了一下 张小凡看得几乎平住了呼吸 这一下人人都看清楚 这个在海底深处忽然冒出的非常巨大的身影 原来是一只很巨大的奇修 他的过头 比他们青云山的灵砖水旗轮还要大得多 全身的形状就像一只牛感 青色的身体 但是头顶没有生角的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这只这么大的奇修 整个庞大的身躯下面 居然只有一只非常粗壮的脚 生在他的肚子中 望过去 这只野兽就像民间老百姓那些毒脚气 在凶悍无比的外表之下 昔居演出一些滑稽和可爱 各位 葵牛出世了 那究竟 为什么魔教中人要对付这一葵牛呢 他们要葵牛做什么呢 明天再说 根据萧鼎先生所描述的这部《珠仙奇幻世界》里面 每一只奇兽 其实呢 依据金木水火土五行 都是有他们不同的属性 好似未出场的黄鸟的属金 你已经出过场的黑水猿蛇 黑是属水 还有呢 这只皮牛虽然也在海袋里面跳出来 但它却是属木 另外还有一只上古灵兽 叫做竹龙 是属火的 不过本身呢 就是在魔教的圣殿之内 至于 鬼王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属性的上古奇兽捉住 捉住捉在一起呢 其中当然 就有他自己的用意了 而当他收集齐这四灵兽之后 后来 他果然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在这件大事完成的过程之中 张小凡 现在这个目前还是非常不起眼的青云派少年弟子 在后来 鬼王要完成他那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梦想的时候 张小凡是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到底为什么呢 你们也都要大家耐心地听下去才可以听明白的啦 还有 你们也要大家耐心地听下去才可以听明白的啦 还有 你们也要大家耐心地听下去才可以听明白的啦